龚鲁明什么时候说,郭艾伦的打法走不远了,不要乱造谣。 龚鲁明一直不喜欢郭艾伦,这个倒是真的,以前他不用郭艾伦,而且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,郭艾伦在传球和组织上还需要提高,仅此而已,什么时候说,郭艾伦走不远了。 长沙亚锦赛时候的郭艾伦,他的确确是有短把的,他突破很犀利,但是传球不行,三分也不准,只能拿来当骑兵用,但是中国南篮已经有了一剑脸了,必须发挥出一哥的火力,所以搭配赵继尾更好,这一点,龚鲁明没有做错。 而在杜丰执教南篮篮队时期,郭艾伦的状态也不好啊,在一场比赛里面的零分,杜丰气用他同样也没有错啊。 但是,人是会进步的,恐怕就是郭艾伦最为铁感的粉丝,也不会料到郭艾伦会在本赛季取得如此大的进步吧。 本赛季的郭艾伦,简直就是一名小外人一般的存在,能够投高难度撤步三分,传球和组织也非常厉害,绝对可以和任何一名亚洲顶尖空位搬手腕。 而在韩德军受伤的情况下,郭艾伦已经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,不然他们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,是不可能过得了福建这关的。 而郭艾伦的场军得分一度位居季后赛得分榜榜首,还不能说明问题吗? 所以,如果不出意外,郭艾伦将会作为中国南篮的先发空位出战今年的篮球世界杯,和世界享受过招。